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威廉 以下的節目內容取材自美國卡萊萊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所發表在《大紀元》的文章 共分為兩篇 此為第一篇 中共的二十大之後 中國各地的供銷社迅速崛起 全國的農村5萬供銷社正式啟動 中國的農產品很快將由供銷社承擔重任 執行統購統銷 供銷社被描述為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 中國農民沒有他們自己的土地 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 那什麼農民自發的合作組織 更是不可能 供銷社加大食堂 實際上是中共對全社會無死角控制的手段 其中的食堂引起人們特別關注 因為它顯然是人民公社時期的大食堂的翻版 但是中共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只是為了解決百姓食飯的問題? 當然不是了 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鞏固了政治上的統治 之後加快了鞏固國有和國營的企業 壓制私人資本和企業 全面控制國民經濟和全體人民的步伐 死亡了半個世紀的供銷社重新加速開啟 是閉關鎖國的舉動 也是計劃經濟的必然 二十大上 供銷社負責人的地位突然提升 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梁惠寧 晉升中央委員 供銷總社是中共國務院下核的正部級單位 前任負責人並沒有中委身份 這個講明回歸政府高度控制的經濟模式 囚惑已久已經大面積地鋪開 中共的供銷社系統正式名稱是 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 它有一個全資企業 叫做中國供銷集團有限公司 簡稱中國供銷集團 這是2010年1月成立的大型涉農流通產業集團 圍繞農業生產、城鄉居民消費、再生資源回收加工 電子商務、金融服務等領域發展 控股公司有三間 中載之環、中農立華和中農聯合 中共在1958年大躍進的時期 中共開始大肆開辦人民公社大食堂 毛澤東親自號召 中共中央下達正式文件 一場大辦食堂的熱潮迅速地 在中華大地揭起 自從大食堂耗盡糧食 三年困難時期之後 大食堂無疾而終 直到今天才死灰復燃 公消社和大食堂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呢? 很多人可能沒有把兩者聯繫起來看 而是當作兩個獨立的、互不相關的實體 事實上公消社和大食堂 會成為大食堂成本控制的基礎 和小食店 會面臨價格上漲或斷工的危險 城裡的人 最後會因為沒有選擇 而不得不日日去食堂吃飯 農民沒有城裡的餐飲業客戶 將會不得不將他們的出產 賣給政府的公消社 最後的結果就是公消社壟斷上游 大食堂壟斷下游 等中共的公消社大食堂聯合體 全面接管中國人賴以為天的飲食 中共現在的做法從公消開始 等於擠壓了私人的小企業 菜市場、餐館、小攤、小吃的空間 可以預計的是下一步 私營商業企業發展空間進一步縮小 甚至關閉、或者被收買 或者干脆被勒令關閉 中國的農民和城市私人餐飲業 都會受到沉重的打擊 中共的所謂完整社區 是只為民眾日常生活 提供基本服務和設施的單元 單個社區人口規模在5千到1萬人 這其實是一種新時期的 高科技時代的補甲制度 當局的這種做法 是為了應付已經來臨的中國經濟的崩潰 經濟崩潰之後 一旦出現食品供應危機 或者其他危機 中共就可以用供銷社 大食堂的方式 可以恢復到原來的配給制度 或者是飄徵制度 這樣是有利於中共對市場 和對百姓的控制 以掌控社會的局面 慢慢地過渡到大食堂和供銷社以後 中國老百姓會發現以前很豐富的市場供應 忽然之間變得非常單調 物資非常少 中共政府的下一步 一定是利用行政手段 去打掉便利店、超市和賽市場 沒有了私營的企業競爭 國營企業經營的供銷社和食堂的價格 就會越來越高 多餘的人員會越來越多 會養很多吃閒飯的公務員 服務質素也會越來越差 最後會導致五、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的慘境出現 當年中共搞的社會主義大食堂 將中國農村徹底摧毀了 很快就出現了大饑荒 幾千萬人餓飄四野 而現在搞的社區食堂 更多是在城市裏鋪開 是進一步的國進民退 當局在用國有經濟的鐵手 掌控中國百姓生活的所有方面 社區食堂建起之後 私營的餐館會被當局認定是死對頭 是集社會主義的碗 當局會利用公銷社管控的渠道 限制對私營餐飲業的原材料供應 私營餐館最後就不得不停業、協業、退出歷史舞台 中共在走一條公有制取代私有經濟、國有化 擠跨民營企業的路導致中國社會進一步的倒退 現在中國居民小區裡面的食堂 是大食堂的翻版 本質上和60年前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形式上就會很迷惑人 會迷惑對當年的荒唐一無所知的人們 因為這些食堂和供銷社不是以前那種燈光暗淡 服務惡劣、商品期缺的舊模式 現在供銷社的經營商品、大食堂提供的飯菜 無論是內容和種類都比以前豐富很多 選擇也多很多 甚至和當下私營的超市、餐館 餐廳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有一位推特上的朋友問到 食堂和餐廳有什麼區別呢? 筆者的回答是 食是進食、餐是用餐 食堂就是吃飯、填飽圖子 純粹的生理性活動 大家都吃同樣的菜 花樣少、品種不多 餐廳是食菜並且享受飲食的文化 各點各的菜 從菜單上點菜 品種多、口味多樣 食堂可能不得不去 往往是公辦的 也都沒有什麼競爭 餐廳可以選擇去或者不去 可以選擇去哪一間私營的很多競爭 中共的社會主義大食堂開辦之初 也是菜式豐富、口味齊全的 所有人不需要家家做飯 大食堂胡吃、海吃、放開肚子吃 人人都會不亦樂乎 但是好径不祥、好快 生產隊的食堂就會被食空了 隨後就是大饑荒和餓死人的事情發生 中國人覺得餓死人的事情只是歷史上 小說之中的描述嗎? 大家還記得幾個月前的武漢 上海封城的時候 居然在21世紀的今日 還會發生餓死人的事情嗎? 本篇未完請繼續收聽下集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